那上次就是因为车子停在这边 整台车都要弄到 画面上是暖暖区东市街26项71弄 市长谢果良在市议员陈冠宇 市议员林敏勋 跟联恩典议员服务处 黄伯源秘书等人的陪同下 来了解让居民担忧多年的边坡落实问题 在这条边坡其实已经连续 几乎是从103年到去年 都有发生零星的碎石跟土石的崩落 那我们就会觉得说 既然这一条路是开放公众通行的道路 那管养责任当然是由市府来处理 这点应该是责无旁贷 因为它并不是任何社区的私设向导 那社区在去年成立管委会很辛苦之后 也是为了让家园可以更加的完善 所以包含是去年多次用管委会名义 向前任的市府反应 但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那尤其是这个 我们以前是旧有的旧国宅 那没缺乏这个停车空间的这个设置 那所以说我们很多的民众回来的车辆 就只能必须停在这个路面上 停在这个边坡旁边 那在去年的十月就是发生这个土石崩落的时候 造成这个停在周边的这个车辆 这个被砸伤损毁 那造成民众财产的损失 那还好车上是没有人 没有被砸伤 那如果砸伤那后果不堪设想 是不是说它的横向的YR 是不是要加个四条 还是它的钢网防护网 必须要加粗或者加密 这个可能市场是会帮我们看相关部位 要去了解说不能只是恢复原状 针对这处边坡从103年起就一直发生落实问题 市长谢果良会刊后表示 将请公务处尽速妥善修复互网互栏 如果落实原因为林务局疏于管理 将会请环保局进行开阀 首先就是我们会把边坡修复 然后要用稳定的工法 希望不要有落实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 可能边坡上面属于林务局的土地 有一些落实或情况 会来毁坏这些车辆停在路边 那再来我们也会请囊长区长 针对这边的环境 特别跟环保局一起合作 那其实这边是林务局的土地 但林务局如果疏于管理的话 那这一点我们可能也会给予财阀 所以很感谢市长来到这边 然后也希望是说可以透过这一次 将不只是将边坡护栏给修复 更多的是跟林务局展开协调 让整个边坡的安全度 是可以得到加强的 避免每年都发生这种零星的崩塌落实 然后让住户的不管是财产还是生命安全 毫无保障情况下可以得到缓解 那这边现在我们这个谢光市长上任之后呢 那特别把这一段把它纳进去之后 公务处愿意来做 所以说希望说不只是把这个边坡护栏 把它全面做一个更新设置完成而已 我们还希望说这个市府这边 可能还要麻烦市长 是可能要请这个产发处这边 针对这个可能请水保计事工会 来或是那个台湾城这个土木计事工会 来帮我们看一下 这个整个土壤的这个软硬度 跟这个整个土壤安全 跟整个山坡地的这个安全性 感谢市长今天力领到这里 那么实际线堪 真实反映了我们现况的边坡的情形 给市长知道 那么希望说我们可以值得说 我们生命的财产受到保障 那当然民众的安全都可以 受到进一步的照顾 另外在议员的陪同下 市长谢国良也到去年底 发生大规模土石流的暖暖街281项 视察目前最新的状况 那时候国良就有去看 那时候很严重 那现在大家也还是在恢复当中 那最主要是有一个就是后方的一个边坡的一个鉴定 到底是不是地主的一个责任 假如鉴定是地主的责任 市府就会来协助 来不管是求偿也好 或者是做后续的处理也好 那市府在鉴定报告后 我们就会协助这些受灾户 另外有提到就是说 不论是六堵的瓦斯气泡 或者是那次的暖暖街的冲刷 就是有时候临时发生了 安置上有时候民众会有一些需求 那我们全市应该要选定一两个地点 就紧急发生一些民众安置的时候 我们要来做这样子的一个 临时的撤离跟安置这样子 那这个部分我们也会请市府 把合适的地点找到 然后把标准作业流程把它设定出来 对于紧邻山坡地的社区民众安全 市长亲自到场了解关心 并迅速回应市府的处理做法 当地的市议员都给予市府团队正面的肯定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并迅速回应市府团队正面的肯定